观战一个S3啦啦队员溜歌剧演员 盛心意愿 来看国服原神和女鬼的一场精彩对局 开局来修废墟电机 转眼间歌剧就杀过来了 看清位置直接往前拉点就行 不要停留 担心被追上这里没敢翻窗 确认歌剧技能断了就不必交加速 直接下掉板子继续绕吉他 没有封窗简直不要太狠 歌剧回速距离也能翻回 还可以利用一下前面的两块板子 发现被反绕就立马掉了 歌剧既能冷却又能进版了 这里其实可以翻窗 但拉拉求稳交了加速 吸入紧速期直接下滑被偷到了 有点小亏但手里还有飞轮 交闪来不及翻只能掉头拉开 歌剧既能冷却又能进版了 单单被反绕只能看抬手交飞轮 这波博弹还是很难 这次回速拉拉旁边不要啊 一溜千至八十秒已经很不错了 等挂上椅子电击借进三台 油柴去补了佣兵遗产 看能否二溜了不然电击不够 这局有心理还能给佣兵换一波写 歌剧没来这边只要不吃震慑就行 距离不够直接护腕来凑 吃一刀直接救 但拉拉只有一段加速 看这波能否来的集散窗 完没到窗户就被吹得下了 油柴那台电机差的还是挺多的 关键看最后一就能否溜起 不然就是一个平局节奏 这期间心里可以给佣兵吹血 那一步满血就有机会 给拉拉扛刀宝人 隔绝来晚一步已经传血成功 肥龙交得也很及时 等女鬼走了再继续休机 油柴那里还差半台 只要给拉拉扛一刀就有机会 佣兵就要防一下割剧打 拉拉针对 拉拉下椅直接交下风 佣兵也是直接跟过来继续扛刀 割剧暗影断了追不上 再翻板继续扛一下电机就够了 佣兵没必要扛刀了 饱满血也很强 拉拉开门站有飞轮有加速 有不少的牵制空间 队友去接门已经不慌了 吃到倒地直接点大心脏 停下看割剧位置 却没注意眼前的残影 开门站倒得太快 割剧传过去有可能停止 大门还没人贴 心里开的小门 割剧直接就传过来了 内部有个护腕果断讲 除非大门开了 或者旁边有地窖 不然内部走不掉 这个是长达 也能注意一下 割剧可能上头了 没注意邮差在点 门开了就拦不住了 邮差还放了一只狗 最后惊醒三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